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陈小空降热搜 被曝和陈延熙离婚后会与赵丽颖复合 评论区已乱套 陈小与赵丽颖的复合传闻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时间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话题 据传闻称 陈小与陈延熙离婚后 将与赵丽颖重修就好 这一消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猜测 陈小和赵丽颖曾是一对备受瞩目的荧幕情侣 两人合作多部热门剧集 深受观众喜爱 他们的演技默契 形象般配 因此不少粉丝都希望两人能够走到一起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最终分手 然而 近日有媒体爆出陈小与陈延熙离婚的消息 让不少网友开始猜测陈小与赵丽颖是否有可能复合 有传闻称 有传闻称 两人早已暗中联系 准备重新走到一起 这一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陈小和赵丽颖的复合传闻迅速占领了热搜榜首位 评论区也是一片混乱 有网友表示支持两人的复合 认为他们是最般配的荧幕情侣 也有网友表示反对 认为两人已经分手多年 早已没有感情基础 此外 还有网友质疑这一传闻的真实性 认为媒体只是在炒作话题 面对这一传闻 陈小和赵丽颖方面并未做出正面回应 然而 从他们的社交媒体动态来看 两人似乎并未受到传闻的影响 依然专注于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陈小最近正在拍摄新剧 而赵丽颖也在积极筹备新作品 虽然陈小与赵丽颖的复合传闻 引起了不少关注 但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这一传闻 毕竟 这只是媒体的一种猜测和推测 并未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在现实生活中 分手后的两人是否能够重新走到一起 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 如感情基础 家庭背景 个人意愿等等 对于陈小和赵丽颖来说 他们作为公众人物 自然会受到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然而 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选择 无论他们是否选择复合 我们都应该支持他们的决定 并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此外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娱乐圈的传闻和谣言 往往具有一定的夸大和失实成分 在追求娱乐新闻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避免盲目相信和传播不实信息 总之 陈小与赵丽颖的复合传闻 虽然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我们仍然需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无论这一传闻是否成真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选择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对娱乐新闻的理性思考 避免盲目相信和传播不实信息 2.从草根到迎平皇后赵丽颖如何克服困境 迎平背后的温柔灵魂 在繁华喧嚣的娱乐圈中 赵丽颖以其独有的温柔气质和坚韧精神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网友们纷纷评价她穿戴随意 一态自然 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 她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陆玉粉丝 她总是挥手打招呼 面带微笑 那份极具亲和力的温柔 仿佛她不是高高在上的明星 而是身边亲切的朋友 农村女孩的星光之路 赵丽颖的演绎之路 正是其坚韧精神的写照 她来自河北农村 背景平凡 却怀揣着对演绎的无限梦想 早年间 她在多部剧集中默默跑龙套 不畏辛苦 积累着宝贵的演技经验 直到陆珍传奇的出色表演 让她一炮而红 陆珍的聪明伶俐和敢于拼搏的形象 与赵丽颖本人性格相得益彰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 赵丽颖的作品不断 奖项也随之而来 她因陆珍传奇中的精彩演绎 荣获精英女神等多个奖项 这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肯定 更是她不懈努力的见证 从雅虎搜星的比赛到成为电视剧的女主角 赵丽颖的每一部都凝聚着她的汗水和执着 她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普通人 千变角色一颗演员心 赵丽颖在影视作品中扮演的多元化角色 充分证明了她演技的广度和深度 在《花千古》中 她塑造的《花千古》角色 不屈不挠 为爱牺牲 赢得了观众的深厚喜爱 而在《与凤杭》中 她则变身为帅气的女将军 与林庚新搭档 展现出不一样的演技魅力 无论是在《新环珠格格》中 温柔贤淑的情儿 还是在《知否名栏》中机智的名栏 赵丽颖都能精准捕捉角色的精髓 赋予角色生命 这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多面性 更让她的表演成为了观众期待的焦点 她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她对演技艺术的热爱和追求的体现 舞台上的拼命三娘 在演艺事业中 赵丽颖始终展现着一股拼命三娘的精神 她在拍摄现场总是全力以赴 对表演精益求精 即便是在《陆珍传奇》拍摄过程中腰部受伤 也坚持完成拍摄 尊重每一位观众 她的这种敬业态度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赵丽颖的坚韧不仅体现在作品中 生活中的她同样如此 腰伤的困扰伴随着她 但她很少在公众面前提及 始终以积极乐观的一面世人 这份坚持和勇气 是她成为众多人心中榜样的原因 温柔外表坚强内心 赵丽颖的温柔并非表面上的柔弱 她的性格实际上是有争议的 一方面 她在粉丝心中是那个温柔善良的大姐姐 关心粉丝成长 及与正面引导 另一方面 她被称作赵小刀 反映出她温柔又坚定的一面 她不会迎合讨好 而是坚持自己的风格和原则 这种外柔内刚的性格 使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角色中的热爱与挑战 赵丽颖对每个饰演的角色都充满热爱 她倾向于选择具有挑战性的角色 如《第20条》中的《龙牙母亲》 或是《幸福到万家》中的《农村女性》 她不仅在角色选择上勇于突破 也不断尝试不同的演技风格 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在每一部作品中 她都全情投入 用心去演绎 让角色先活起来 她的表演总能触动观众的心弦 亲民形象背后的多面魅力 赵丽颖不仅在荧幕上深受喜爱 在生活中也平易近人 她经常与粉丝互动 分享生活点滴 没有任何明星架子 同时 她也不断尝试新的领域 比如推出个人专辑 展现音乐才华 赵丽颖还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打造独立品牌 展现了她在商业方面的才能 她的全面发展还包括参与多个公益项目 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这些都使得赵丽颖成为了 一位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